車務人員接獲通報緊急出動 上個月31號晚上 一名男子不明原因陸島路邊 遭民眾發現 男子暈倒沒有意識 讓目擊民眾嚇了一跳 晚上8點多一對情侶經過這片空地 發現胡姓男子陸島在這裡渾身是傷 接著把他攀扶到旗樓底下之後 報警處理 聽到警車救護車到場 附近住戶也紛紛出來查看 但對這名27歲的胡姓男子 幾乎沒有印象 懷疑可能遭人毆打之後 被嫌犯丟包 我看到的時候 他已經坐在西融那邊了 你們平常有看過他嗎 沒注意 應該也不是這邊的人吧 救護人員拉開男子上衣 赫然發現男子的背部破皮 腎血傷勢相當嚴重 送醫檢查後發現 男子的眼睛有淤青 嘴唇紅腫 手臂和下腹部有嚴重撕裂傷和淤傷 背部有大面積的燒傷 遍體鈴傷 懷疑男子遭人虐打 發現他所講的跟事實是不一樣 所以我們認為他有一些隱情 是不告訴我們的 有一些傷痕是類似像 有一些燒燙傷痴 警方懷疑事情不單純 但胡姓男子似乎也不願意配合偵辦 一下子說他是因為救急復發暈倒 一下子又說他在公園散步遭人毆打 說辭反覆也讓警方辦案陷入瓶頸 目前不排除是借貸糾紛或是感情糾紛 朝著兩大方向持續擴大調查 今天黃宣 吳國珍 高雄報導 恢復